华联县政府9号与慈慧堂共同举办 为4月3号的地震消灾办理祈福法会 由县长率领县府的各局处首长 并代理信众新三贵十二寇礼前程敬拜 祈愿金母众神 忽悠乡亲 远离地震 余震化无 让灾区民众能够安心地重建家园 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 现在许真伟首将向参与祈福法会的相亲亲切问候 他感谢天地慈悲在众神祝福的庇佛之下 让大地震伤害减到最低 等待进行复原之后 花莲依然美丽 重生过程当中虽然坚信 但大家吸收努力共同完成不肯任务 在观光景气如此消灾的此刻 给花莲最大的鼓励以及支持 其中为办法感谢壮 感谢花莲县各宫庙 以及众师兄姐们的无私奉献 为相亲消灾祈福 祈求花莲先进平安顺利 和家安康 蓬勃发展 透过信仰的力量 抚慰人心 引领社会人心向善 尤其东台湾处于太平洋地震带 地震是相当的多 感谢众诸佛菩萨的护佑 以及天地神明的守护 让花莲和家平安 幸福祈求庙长 以及花莲相亲一同遵循 鼓励 参拜祈福 敬献 清香 鲜花 树果 茶水等 前程礼拜 祈求护佑花莲远离益灾 和今安康社会祥和 细植区 散勤 慈慧堂 捐赠这次也捐赠 花莲县政府食物银行200包 3公斤宝米 让弱势团体 感谢到社会的善心 记得终于观众